中医最近又摊上大事了,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,癌症病人使用中医治疗,会导致死亡率升高。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,又是那种不入流的研究,就为了黑中医一把,可是错了,这项研究是发表在国际种留学权威杂志Jaman Konga上的,但是研究的不只是中医治疗癌症,而是补充治疗,癌症的补充治疗方法有哪些? 癌症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医疗难题之一,癌症发病率不断升高,死亡率高居榜首,人类目前对癌症的治疗可以说非常不理想,因此,很多癌症病人在进行现代医学的正规治疗之外,还想寻找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。 这就是补充治疗。补充治疗是指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的多种保健、治疗体系或方法,包括中医、中药、针灸、直压、气功、印度医学、食疗、芳香治疗、维生素治疗、精神或心理治疗、温泉治疗、氧气治疗等等。 一般认为,补充治疗就算没有雕像,也没什么坏处。有些研究还发现,像按摩、针灸、瑜伽和冥想一类的补充疗法,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。 另外,补充治疗比正规治疗花费更少,因此,补充治疗容易被大众接受。 调查显示,目前有48%到88%的癌症患者会使用补充治疗。作为常规治疗的补充,使用补充治疗的癌症患者死亡率升高两倍。 这项研究使用了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的数据,一共研究了近200万名癌症患者。 他们患有乳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肺癌和截止肠癌。其中,补充治疗组的癌症病人,除了接受补充治疗,还至少接受了一项正规治疗手术、放疗、化疗、靶向治疗、激素治疗等。 该组有258名患者,对照组的病人只接受了正规治疗,有1901557名患者。 根据补充治疗组患者的年龄、癌症类型、性别、种族、收入、受教育水平等因素,研究能源选取对照组的1032名患者与补充治疗组的258名患者来做匹配,进行数据分析。 研究结果发现,与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相比,使用补充治疗的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更差,而且死亡风险是前者的两倍。 为什么死亡率会升高?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接受补充治疗的癌症病人死亡率更高呢? 研究者找到了背后的原因,那就是接受补充治疗的癌症病人更倾向于拒绝进一步的正规治疗。 补充治疗组的患者有7%拒绝手术,34.1%拒绝化疗,53%拒绝放疗,33.7%拒绝激素治疗。 对照组分别只有0.1%,3.2%,2.3%和2.8%。 使用补充治疗后延迟或拒绝正规治疗,是这些患者死亡率分贝的主要原因。 换句话说,那些使用了替代治疗的患者,虽然也接受过常规抗癌疗法的治疗,但他们更有可能拒绝医生提出的其他治疗建议。 这导致他们的疗效更差,死亡率高,令人意外的是,接受补充治疗的癌症病人,更多的是女性,更年轻,更富裕,接受过良好教育,拥有私人保险以及病情较轻的人。 看到这里,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个典型的案例,那就是苹果教父乔布斯。 苹果教父乔布斯患的一线肿瘤,不是被称为癌中之王的一线腺癌,而是一线神经内分泌肿瘤,这是一种温和的癌症,扩散速度比较慢,此时并没有转移,医生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,但是他拒绝了,反而接受了长达9个月的补充治疗,直到病情加重,白细胞转移到肝脏了,才接受手术。 但是为时已晚,结语这项研究的结论,并不是说补充治疗不好,而是告诉癌症病人和家属,癌症治疗必须以现代医学正规治疗为主,可以接受补充治疗,但不能因此耽误,更不能拒绝正规治疗,否则只会害了自己。 感谢观看